那马上要给大家带来的是2013中泰拳王争霸赛第二场比赛 那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来自中国的选手韩开虎是战胜了来自泰国的承诺 为中国的选手取得了一个开门红 马上要进行的是一场 应该说不管是年龄还是在这个技战术水平方面相差比较大的一场比赛 来自中国的21岁的选手孔红星 面对来自泰国的33岁的泰拳高手善猜 第一回合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 因为上猜其实在泰国他是拨球一样的 这个也是泰拳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有花样泰拳王的这么一个美誉 他在拳台上有将近20年的这么一个拳龄 而今天面对的对手来自中国的孔红星 今年20刚出头21岁 所以这个在技战术方面应该说是有很大的权输的 但是咱们这个孔红星也不错 他后部拳一会第三冠军赛第三 这在国内是高手平衡的员了 但是呢一看那个盛开呢 他那个是得到过那个 伦平尼场的三个级别的冠军 还有WBC的冠军 这就很出错了 这很非常厉害了 而且他曾经在2011年泰拳比赛当中呢 以一敌二战胜对手 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以一敌二 所以今天呢年轻的孔红星 21岁的中国选手孔红星呢 面对这样的一个 应该说姜是老的赖呀 面对这样一个 战场上的一个老手 一定不能够比较清新 从船一开场 你看看谁的老道 像个老狐狸一样 33岁 虽然年龄大了点啊 在泰拳里面说大量大量了 但是呢这也看出他的速度和他力量 还不同的 你看他在场上进攻的这种敏锐 从这个我们角度看他的这种眼神 看他这种神情和整个身体的战姿都可以感觉出来 对是一个老将 而且他打法呢又是一个非常老道 一看就非常老道 嗯 他那个眼前他的宫梯内在泰拳里面也在摔打 但他也不得分 当然也是给你一种阵势 打低扫 低扫在Q1当中也不得分 不得分 他也扫一个跟着的话不得分 他就是可以造成这个心理上有个 有个压迫吧 有个阴影 在赛前呢对于这个孔鸿星采访的时候 鸿星也只好今天面对的是一个 可以说是泰国的泰拳手当中的 标志的人物啊老狐狸啊 他自己也说自己年轻啊 要害体育的优势来牵制这一手的这个快点和重拳 没错 老公都要打重拳 多打绿拳 不要怕戏 不要力气体能 嗯 因为他对方小个 你要没必要摔点啊 嗯 多做直线平满啊 你个儿那么高 你智藤你为什么不做呢 嗯 他是不是 哎 他这个升高 我都觉得孔零一米六八 对方一米七年 我现在看 场上身高 好像是挺高的 对对对 不是 这个可能跟那个赛塞 这个打法有关系 他一直成一个 一个攻势啊 一个进攻的这么一个状态 身体就弯成一张弓 这样的话 那个张力会更大 对 哎 哎 所以今天这样比赛 对孔鸿星来说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 一战积累经验 对一个年轻的这个选手来说 对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 好的 这个国庆 希望让他上海结合 对 打两类就打成上 把两类打开 他的防守给打开 嗯 而且这个打法还很功夫 你翻译着孔鸿星 在这个连续的进攻当中 嗯 腿脚的功夫也用上了 对 不是那么的单一 对 对 对 一只往前跳跳狗 但是主动出动着 跳狗的主动出动着 嗯 所以 这个孔鸿星啊 在这个之前 我们对他的赛事的了解 就发现 他就是一个这种 人类风型的选手 特别积极特别主动 是一个经验这么丰富 这么老道的选手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现在开始了 所以您认为到了这个第二回合 刚才 经过第一回合之后 这个孔鸿星您觉得 他在季战士方面 也是需要有什么样的调整 调整 他现在我觉得都挺好 打得非常不错 他的拳打的这个 上下结合挺好 跟上下结合 他队动是非常好 上下结合 打他中间的防守空档 再呢 就是把腿 再利用起来 嗯 我们的中间的防守空档 你个儿那么高 为什么不打直线呢 很直接的 用直升测赛 试一试 走一走 嗯 不挺好吗 就是要善用自己的长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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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但是目前都看着 塔人这个清权 他是根本就不处的一个 善猜 不管你是什么打盘 不管你是神弹的拳 善猜猜猜来者不善 来者的全是也是拖 让人去猜 对了 猜猜 所以这么一个善猜 但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 一切现在不发出 第一件事的小伙子 不只在 或者把你冲洗一下 啊 到中一脚 你看我说 彭鸿琳在这个擂台上 是一个很硬朗 很积极的运动员 比赛行为运动员很兴奋 对 一打直下就兴奋 我们拿拳会 签签是不拍给的 是是是 所以今天应该好好珍惜 跟这个老将 善猜 对 队伍的机会 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 厉害 好的 好的 直通 对的 对 直线都得动作 这种出声牛都不怕 有这种猛劲 全部在孔弘欣身上 得到了体验 对 很好 但是也不要大意 嗯 上猜的一人是稳打稳扎 稳扎 低准 控打 一击正成 好的 好 好 这也不用跌掉 这老将还是在试团 试图 你别人抓得通胆 抓得通胆 就不放不完打 嗯 对 穿车之道 那对这个年轻的选手 体力方面可能并不是他的优势 所以他呢 不会耗费过多的体力 去做些试试 对 逮到机会 逮到对方的防守空大 就开始出拳出退 你看 所以还是太自个挑逼 太自个这帅 哈哈哈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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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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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善于扎住对方的任何的破绽和漏洞 一枝之胜 他现在打的运动会快两个合了 这个运行也知道 善猜也没把我召唐多大伤害 好的 两人都打运气 运气都打了双方明显的进攻方面 对对对对 这后有机动 刚才几天打的后有机动 好的 不算 黄鑫鑫 所以这场比赛 你看现在进入到第三回合 到底是长江后浪飞前浪死在沙山上 还是将来是老的 我们就看看这个第三回合的对决 全发烧烧进行出来了 生姜 姜孩子老了 也表现出来了 也表现出来了 你看这个这个顺参不快 所以在这个这么年轻的比赛小十一 小十一小少伙伙的面前 打打那么密集 拳而矩柱 不孩子依然这么很能见 对 在赛前大家可能会估计 二十一岁的黄鑫鑫鑫 相对来说技战和经验水平不如顺参 可能会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场合 就是您刚才讲的 两方面的这种都表现出来 第一 黄鑫鑫鑫还是不白给 也有这么好成 第三回合的气势上 气势上 气势上 起来了以后 你再也攻击人家 气势上起来了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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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嗯 所以到了第三步 黄鑫鑫 千万这个不要通脑发热 对 进攻的时候还是得注意 把这个防守要绑住 对 不能给对方太队碰到 对 第三次 Very Let me 非常地擅长 所以打牌呢 这个不光是靠拳 还靠 脑子 打诞 智慧 你们两个孈 这次是你的动作 老战也是够狠的 力量很厉害 明显到了第三回合 最后一回合擅拆的进步更加主动一些了 不错 这个确实能跟这个老战 不错 这个阵子很温暖 但是幅度比较大 而且这个等于是打开大队 整个的防守就没有了 对对对 这个很理解 慢慢靠近 这个就一方面 显示出这个年轻的队员 他这个独卫球 iyi 对 像这种两点固定之后的这种吸法 这个是在FM当中的不一般 但是可是泰拳力的地下阶 对对对 擦起得很顺 但是在这个内台上可是不允许使用 这个练习均这样是容易给玉年当上刷 第三个阶口也只剩下最后10秒了 继续下来5秒了 这个后半句啊 这个后半句啊 好的 好 比赛就是 这样的话要加一回合 到了这个第四回合 这个K1的规则里面是 双方的运动员要全力进攻 肯定的 还要什么体灯都不要了 好 所以进入到这个非常关键的第四回合 我们来看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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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了 还想直接含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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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先是做一些试探 虽然鼓勇进攻 但是呢不能够轻易的把这个 防守让给防 特别打开自己的正常 是是是是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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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因为说自己这个体力上面占优势啊 这个出拳就不顾这个轻重啊 对 这个 他那个谁 相当毕竟是年龄有点大 嗯 这个 这个 虽然打得还很老道 还力量还很有 但是他打的这个力度呢好像不上了 嗯 嗯 他打得很巧 对 到了这个年纪啊也是要靠经验来打这个时候 绝对是 但是呢按理来说现在打拳王队 30多次还正打啊 荡打之年 嗯 三胆太确定是年龄有点偏大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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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 都 都是 一些这个进攻的方法的啊 你看 哎 呀 。。。 哎 哎 打了个后手 他有一个变反价 还有一个红英的反价 又加 很老道这个身材 打完然后叛逆打了反击两个手 加了你全的内侧 你看到红红胜的教练 有一些一直在场上 给他这个加油打正 他一定要坚持下去 你再这样坚持下去就能赢 给这个小伙子更多的鼓励 他确实就没有力 确实想打负他 确实想打负他 第四回合 决胜回合的最后十秒 退下来 好了 第四回合 决长比赛结束 还是不错 方法打得不错 没错没错 但是到底这个裁判 会怎么给分呢 这个大家 我们又加赛了一场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结果是 结果依然是 红发 红发 让我们恭喜 我们本个获胜的二十一岁 出生牛犊 孔 孔 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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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